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ica的频道 今天我带你们走一趟 麦里浩敬第四段 马鞍山段 爬马鞍山 弯曲山 大金钟 昂平草原 从大步远望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座山就像马鞍子一样 故此命名马鞍山 12月30号 人多的不行 起点就是西沙公路 的水浪窝 只要你跟着麦里浩敬的指示牌 就能够成功的 走到了马鞍山的山腰了 我们从麒麟下烧烤厂 这个地方出发 前一段呢 是马路比较多一些 经过了一个小竹林 然后呢 我们就要继续向上爬 一个半小时左右 才能够走到这个马鞍山的山腰部分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 麒麟下村 西贡的山脉 以及西贡市中心的风景 在这儿还可以看到 西贡的海旁 我们爬了大约半个小时 这个时候呢 就到了马鞍山的山头 标高702米 站在山顶上 这座山也就是 新界东最高的马鞍山 你可以以360度 环望 西贡 九龙 各座山脉 以及 大维 沙田 火炭 跑马场 还有 屠鲁港 中文大学 科学园 大步的风景 我们近距离来 欣赏一下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阳光明媚 远处的山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旁边的这一座呢 就是牛鸭山 远处是八仙岭 哇 这个风景实在太迷人了 我的眼球完全不能够离开 榴莲望返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西贡 到西州 万尼水 入水坝 这里是八仙岭和船湾淡水湖 以及传说中的鬼手岩位置 接着我们继续来再欣赏一下西贡的市中心风景 以及九龙几座不同山脉的风景 下山之后回头一望 这个马鞍山的马鞍头有很多碎石 其实也有一些难度的 大家爬的时候要小心 过了十分钟左右我们就来到了弯曲山 可以看到大金钟 在这里就是滑翔伞爱好者的天堂 只要有一点点风 只要有一点点风 你就可以控制滑翔伞 在空中自由自在 像小鸟一样慢慢欣赏西贡后花园的风景 翻过了大金钟山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昂平草原 在这里除了是滑翔伞爱好者的天堂之外 同时也是爱狗人士 以及露营者的圣地 这里你可以看到日出 昂平草原的交通非常方便 你可以选择走三十分钟 经过大水井 就到了西贡的波罗去 或者是到马鞍山的恒安村 或者是到茅平 今天我们走了十亿公里 大约用了五个半小时 今天介绍到这 请大家记得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